HELLO 你好 我是諾斯 今天的話是我們諾友所思的 我覺得第六集吧 最近更新實在是有點慢 這邊跟各位講個不好意思 就如標題所見 最近的話是遭遇了一些感情的狀況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我單方面覺得我們兩個已經分手了 但是我的理解上是 他跟我應該是沒有要聯絡的意思 我最後一次聯絡他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 我跟他講了蠻多東西的 但他也都好像沒有回我的樣子 那我的理解上應該是 我們是回歸朋友關係 我們也沒有什麼大吵大鬧 或是什麼 談的什麼轟轟咧咧的 這倒是沒有啦 但我的理解上是 這樣子其實對雙方都好 我一直都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今天我要交女朋友 雙方對未來的目標是否是一致的 這個是我一直都還蠻在意的事情 那除了未來的目標之外的話 兩個人之間的這個 相處的感覺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事情 那我其實自己感覺得出來 其實我的女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他感覺起來不是非常的舒服 對這就是我很明顯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覺得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一個 頻率實在是相差甚遠 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的想法跟態度 其實可以說是大相近平 完全可以說是兩種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有時候我沒辦法去理解他在想什麼 或者是他有時候也沒辦法去瞭解我 所想表達的意思 所以兩人之間會不斷造成誤會 跟一些挫折感 就可能彼此之間已經把話都講清楚了 但在這個理解的過程之中 還是多多少少會產生一些疲勞感 這個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其實在這一年的一個消耗之中的話 我們自己覺得其實 這一天遲早會來啦 那只是最近把它講開而已 那我其實一直都覺得 如果我們今天兩個人都沒有打算這個 打開天窗說亮話的話 那遲早有一天 就是當大家已經到達一個零界點的時候 那場面會非常的難看 那我倒不如就是覺得說 就是大家趕快把自己一些想法講清楚之後的話 然後就各過各的生活 各走各的路 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好的 那其實我覺得他對我太多的轉變 源自於說我跟他講了一段話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兩個人確定沒有要結婚了 那我們有在一起的必要嗎 這個事情我也很肯定的跟大家講說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會講這句話有一個前因 就是在於說我最近要投資一個劇本店 就是我最近也有跟各位聊過劇本殺的事情 那劇本殺這個事情 我一旦做下去之後的話 我相信我在之後的幾年 我是沒有太多心力在感情的經營上面的 這是我自己知道的事情 那我說實在的我也不願意去耽誤一位 就是我們這一段算姐弟臉 就是我年紀上是稍微比較小一點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就是 我自己覺得如果我今天就是 都不把話講開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們要一起面對未來的一些挑戰 或什麼之類的 我自己最怕的事情 是我沒有辦法擔當這件事情 就導致於我們兩個人最後鬧得不愉快 然後就這樣子 到最後我們結婚之後 才發現兩個人根本不可能 有機會繼續往後走的話 那倒不如我們就終止在這一塊 其實對我們兩個來說都是比較好的事情 其實我大概在五月多的時候 我就有跟大家講就是 我有問他說 就是你後不後悔跟我在一起 那其實他那個時候也跟我講說 有點後悔 但我自己其實覺得 沒有關係 因為我在感情中的一個角色 永遠都是屬於付出的那一個 你要我能夠敞開心 希望就是被愛這件事情的話 我其實很難做得到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愛這件事情本身是 付出才是愛的一種表現 因為我不會就是 用接收愛的方式來獲得愛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了解那個意思 就是我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沒辦法用 言語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感覺 跟愛的想法 我通常只能用行動來證明 就是例如說 今天我覺得我很愛一個人 我就會時常抱抱他 或者是 親親他 或者是幫他按摩啊 這類的一些行為 這是我比較會做的事情 但是 我覺得 他的話比較沒辦法了解說就是 我光用行動所證明的事情 他可能感受不到我 給他的那一種感覺 而且我這個人其實很笨 這個我要老實講 我這個人面對 另外一半的時候 我基本上沒辦法就是 想得到對方想要做什麼 其實我自己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麼想 但是 這個事情 畢竟是諾諾所思 但是我就想把我真實心裡面的想法跟各位講 我發覺 當我單身的時候 我真的會去 在意 或是去 觀察說 我認識的女生 她需要些什麼東西 或者是 她可能在哪個地方 會有點受到干擾 我會幫她排除這些事情 對這件事情 本身我自己 很清楚 下意識的我會這麼做 就是我在我確認我自己 恢復單身之後的話 我就會下意識的去觀察他們 需要哪些的事情 對 這是我一直都發覺說 我應該 照理來說我是一個 我不敢說我百分之百貼心或細心 但至少我會試著去排除掉就是 甚至也不要說女生 因為如果你講女生的話 你們會覺得我應該是個老色P 但是我說實在的 我看到任何一個人可能有困難 或是可能任何一個人 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都會想去幫忙 例如說今天 有個老爺爺 他看起來在馬歐上面 就是可能走得比較慢 然後紅綠燈都已經 就是可能時間快到了 我就一定會過去就是 就是摻扶著他 然後幫他快速的掛馬路 又或者是今天有一個人 就是拿著行李箱看起來很重 我有一定會去幫忙他 把他拿到就是 爬到梯的那個頂端這樣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南部人出身的 我自己是覺得說 今天當你對世界微笑的時候 那世界也會用另外一個方式 來回報你 這是我一直都很堅持的個人理想 我也不要把自己講得很高尚 但這是我自己 一直以來都有遵從的事情 但是當如果你要我把 對大家 對全世界的一個 善良 只關注給一個人的時候 我反而好像 做不太到 這個也就是可能 他覺得我 沒有辦法給他 就是 我可能不夠貼心 我可能不夠 就是讓他感受到 有安全感這種感覺 他有講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例如說 我們今天兩個人走在路上 一般來說男生 就是要互助女生 然後就是 讓他走內側 然後自己走外側 這件事情本身 我其實以前有會做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到 最近的話 通常是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我會忽略 我會忘記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就是 兩個人走在路上的時候 我一定會注意這件事情 但可能有時候真的就是 我會忘記 就是有時候我跟他聊 正在聊天聊到 嗨的時候 我就會忘記這件事情 又或是我自己覺得 我沒辦法了解女生 要或不要之間的一個 差異性是什麼 你們可能會覺得我這個人 有點木頭 但是我要老實說 我有時候覺得女生 有些反覆無常 就假設今天 我跟另外一半說 我先付錢 然後你再把錢給我 這句話本身 O不OK 我自己理解上是 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我自己以前的方式就是 我男生 我會把所有錢先付完 付完之後的話 我跟他拿 假設64 就例如說今天我們 就例如說我們今天出去吃飯 可能今天我們假設付1000塊 那我就會跟他說 好那今天我剛剛付完錢了 那你給我400塊就好 就是我自己會做的做法 就是讓女生少付一點錢 然後我也算是有幫到他一點 但我不確定這件事情 是不是所有女生都可以接受 又或者是 他們覺得男生就是 一定要把所有錢都付完 然後也不能跟他要錢 各位知道嗎 就是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 大問題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本身應該是 一個貼心的動作 他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跟我要錢 又或者是 我錢我會給你 為什麼要跟我要 我又記得他之前跟我講過 你就先幫我付完錢就好 然後我再把錢給你 但是 當我看到他 沒有要把錢給我的情境下的話 我去跟他要這個錢 這件事情本身是 對或錯 這個事情我其實沒有很理解 各位不知道懂不懂我意思就是 我覺得說 你前面跟我說 我會再把錢給你 但是你又沒有主動給我的情況下 我應該 照理說我去問你 這件事情本身沒有太大問題 好這些都是 可能我真的沒有明白他 為什麼會這樣想 或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說個實在話就是 我跟他有太多類似那種就是 代溝的問題 我們兩個人之間就是 講著同樣的話 卻說著完全不一樣的意義 但是卻又 夠回到同一句話上面 我們就很多時候就是 為了一句話 然後我們 討論來討論去 就導致我們兩個 其實有時候蠻累的 就是 我覺得他沒辦法理解我的想法 我也沒辦法理解他的作法 又或者是有時候 我們玩劇本的時候 通常劇本 因為通常劇本 玩的過程中都會 很嗨 然後我又是一個話老 就是 我平常不講話 但當我 一旦到那個很high的那個時候 我就會不斷的 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因為一方面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玩劇本 就是要我開心 然後我要帶動氣氛 我通常都是做這個角色 然後我也是通常會 就是有點類似 場內主持人那種概念 就是 大家今天 呃...誰在哪裡啊 做了什麼事情啊 我會分配他們 大概要講哪些內容 然後你們把自己 各自的東西陳述完 然後加上一兩句 吐槽他們的話 你真的覺得是這樣子嗎 你那個時候真的在那邊嗎 我不是很相信你喔 我這類的話 就是我喜歡 就是 這樣跟他們之間的一個互動 但我女朋友就會覺得說 就是我這個人很吵很煩 但 沒有啦 這就是自己 喜不喜歡這樣的風格而已 其實老實說 久而久之 我會覺得說就是 我玩本 我就要放鬆 我花錢 我還不能夠 很放鬆 做我自己 我會覺得有點點 不是很舒服 我說實在 所以導致就是 到後來 就是有時候 一些本 我就沒有很想跟我女朋友一起玩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就不要光說 生活上的事情 就是我們光年玩一個遊戲 對於 彼此之間 該怎麼詮釋這件事情 本身都有點 就是不同的一個看法 就它也不是那種 就是可能 小摩擦或什麼之類的 它是一個 你可以從一些動作 或是一些 思想 就明白說 就是我們彼此之間 其實 是一個截然不同的 世界的人 那我這邊的話可以來講一下 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 滿大一些缺點 首先第一點就是 我是真的不太乾淨 我承認我自己是不太乾淨的人 然後我女朋友 又是一個 處女座 這之間就會產生一個 非常非常恐怖的後果 就是在於說 就是 它會改變了我 生活的所有習慣 我了解 改變我生活習慣這件事情 本身是 好的 因為 我自己覺得 對 遲早是需要有一個人來幫助我 就是改變我一些肉洗 但是當這一切已經有點 在我眼裡已經有點到 吹毛求刺的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就會過得非常不開心 當然 我自己知道 我打從內心的明白 它所希望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好 然後 一方面也是希望 就是假設我們未來真的有走到 婚姻的那個地方的話 我們彼此之間就是要做一些調適 你知道久而久之就是 但你知道久而久之就是 我覺得 它給我一種感覺就是 我為了它改變了 我自己生活的所有習慣 甚至我講話的方式 甚至我做事的方法 就是所有一切我都為它改變 但是在我眼裡 它似乎從來沒有為我 改變過任何一件事情 當然我自己 打從內心的認為 如果你愛一個人的話 是要包容他的一切 而不是改變他 這是我對於人生的一個想法 就今天你是因為你喜歡這個人 你愛一個人 所以你會想要跟他在一起 然後你會去包容他 所對你做的一切 當然我自己知道就是 有些太過分的東西 你還是要改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我自己覺得我 已經做到一個 我能做到的很極致的程度了 就例如說我啦 我自己能夠接受最大程度的事情就是 我每個禮拜會掃地拖地 然後包含洗衣服那些的話 我每個禮拜也都會做 然後我每天早上起來的話 我還會折棉被那些 我自己覺得我能做到這些 已經算是把我生活習慣改善了不少 然後我要講 我以前不是每天洗澡 我老實說我不是每天洗澡 也不是每天洗頭 自從跟他在一起之後 我基本上每一天都洗頭跟每天都洗澡 然後早上跟晚上都有刷牙 我已經把所有 我能想像的到 所有可能會讓他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全部都已經改善了 對 我自己認為我已經做到一個極致了 各位如果你們 自己覺得這些東西很噁心的話 好了 現在我已經不會這樣子了 但是 這些不是重點 我今天所要講的事情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已經做到一個 我能做得極致的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他每次見到我 好像沒有任何的喜悅之情 就是我搬來新的房子 然後把我所有的 生活上的一些 就是肉喜 全部都改善了 我還是沒有辦法在他臉上看到任何開心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 我跟他聊天的過程之中 讓他太過於不開心 所以導致於說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徒勞 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他不會因為我做的這些事情 而感到開心 他只會覺得說 這一切都是正常的 在他的了解裡面 這些是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我只是把自己 從負分變成零分 這樣子而已 就是我所做的所有行為的意義 就只有這樣子 他並不會因為這些行為 而變成加分項目 你感受不到這一切再變好 你只會覺得我做這一切 只是一廂情願的 好 我覺得我自己變好了 他就會開心 他就會覺得這一切 還有得救 還是什麼之類的 從他的態度 跟他的一些 就是做法來說 你不會覺得說 好像 我所做的這一切 有什麼任何的意義 你懂那意思嗎 就是他還是依舊覺得 你好像不夠了解他 或者是他依舊覺得說 你應該可以做更好 又或者是 這件事情是基本 而不是就是 你應該感到開心的事情 就是到頭來 我覺得很累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平常除了面對 這個我女朋友之外 我還要面對很多事情 包含了 YouTube最近 這幾個月的 那個點閱率極度差 包含了可能 要玩劇本殺 玩到很晚 又或者是可能 跟朋友一些聚會那些的 就是 生活上有很多事情 值得我煩心的 但是我找不到一個 就是足以書法窗口 因為 我很明顯感受到 他不是很在意我 跟他講的任何事情 就是例如說 我最近跟他講了 我最近點閱很不好啊 就是 心情有點糟啊 或什麼之類的 他就問了一句 蛤 為什麼糟 喔 點閱不好 It's it 就這樣 他就把話講完了 他就沒有把話繼續講下去 然後或者是甚至安慰我 他都沒有 他只讓我覺得就是我 像是 在汪詠中的一條污船 我沒有覺得說 我好像 獲得任何 安慰的感覺 或是任何的救贖 但是當他來問我 就是他覺得說 可能最近 假設 因為他是 劇本的一個 巨演 他覺得他可能 自己帶本沒有帶好啊 就是可能 哪邊突出啊 或者是哪邊 就是可能 可以再更好啊 那我都會安慰他 就是我會 先了解他整個狀況 然後去安慰他 然後說下一次更好 然後 就是 因為這畢竟你只是 前幾次帶本嘛 所以你可能沒有做好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我會 至少做一些 安慰的語句 或者是可能 拍拍他 抱抱他或什麼之類的 但我覺得 我想要 比較 傾訴於他的時候 他一直跟我講說 他都有在聽 他沒有不理我 就是他覺得我自己 把所有事情都 不跟他講 就是我覺得 好像自己 越來越封閉 但是我 說實在我已經把 所有我想講的東西 都講給他了 但是他都不回應我 你知道嗎 就是我不覺得 就是我跟他講 會解決任何問題 就是我甚至也沒有要 他提出任何意見 我也只是希望他 跟我說一下 就是可能 就是比較 安慰性的話語 而到最後我就是 有點心累 但是我覺得 我沒辦法從他那邊 獲得任何 就是情感上的依托 我到頭來還是自己一個人 我只是 多了旁邊一個人 就是需要去 也不要照顧啦 因為他 其實說實在 他比我更懂得 照顧他自己 我認為兩個人 在一起的話 是要彼此扶持 而不是單方面的就是 今天我哪裡不順啊 讓我跟你講講 然後 你開心了 然後我繼續難過這樣子 雖然我一直以來 我都是一個 就是傾聽者的角色居多 但是當我自己 真的想要把我一些想法 傾訴出來的時候 這個其實也是 我想要做諾諾手持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自己 生活遇到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想要把他講出來 要不然其實就是 我不知道憂鬱症 會不會是因為 這樣子類似的事情 就是 沒有一個情感 宣洩出口 或是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的時候 就是 可能你把所有的負面的想法 都灌注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那個症狀可能會 隨之而來 但我自己 一直讓自己 保持在樂觀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 得老實講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前陣子我的狀況 其實真的不是很好 就是 我想跟你們講話的時候 就是看起來有氣無力 或什麼之類的 這很大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不覺得就是 自己 還有辦法繼續 承擔這一份感情 再加上 其實他對我說蠻多 我不是很 能夠接受的事情 從此之後 對他感情比較 沒辦法這麼的 這麼再去愛他的一句話 就他說了 難怪你會被欺負 因為這句話 因為這句話對我來說 很嚴重 他可能覺得 這句話沒有什麼 可能只是一個 玩笑話之類的 但沒辦法接受 因為這句話就是 觸及到我 蠻深的一件事情 就我自己 知道那些事情 不是我可以接受 也不是我可以 我樂意去承擔的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他喚起了我很多 不好的回憶 但他雖然事後 跟我說一個 對不起 我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你 話既然已經說出來的話 我覺得 可能當下你確實 沒到意思 但是我心裡的那些想法 已經被挑起來了 就是 很不開心的想法 就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哈利波特 那個 混血王子的那一集 就裡面有講到 Snapp跟莉莉 以前講過一段話 就是好像那個時候 莉莉要去 就是幫忙 Snapp 詹姆波特 那個時候好像欺負Snapp 然後莉莉幫他講話 就是好像還要去幫他 然後他這個時候 就對莉莉講了一句話 就是我才不需要 你這個骯髒的 小馬總來幫我 他對莉莉講的這句話 觸及到他內心很深的事情 所以導致於 就是他們兩個人 後來就沒有繼續在一起 也沒有繼續一起玩 那甚至後來的話 就是莉莉就嫁給了詹姆波特 就是如果你以這樣的一個 形式去講的話 就是你能明白我 當下的行徑就是說 我明明是你最親近的人 你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話 對我講 我也沒有真正傷害過你 或者是我也沒有 就是對你不好 我也不是家暴你 也不是每天出言辱罵你 那為什麼你要對我這麼嚴厲 或為什麼你要對我 講這麼不好的話 這麼讓我難受的話 沒有想通這一切邏輯 就今天好 如果你覺得我哪邊做不貼心 或是不好 那你甚至不用講話 都都都算了 就是你可能覺得 對我好像沒什麼話好講 就是你覺得 我這個人一點意思都沒有 那也就算了 就是我自己覺得我懂 就是每個人面對自己 不想去面對的對象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看他 正眼都不會看他一眼 但他明明知道我以前的過去 然後他就要戳我痛處 然後還把那句話說出來 那真的是會讓人心寒就是這樣子 就是 我不覺得我需要 在這段感情中 被你辱罵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但或許對他來說 這一切到現在為止 都還只是小事情 然後我必須 在這段感情之中 他至今可能還是覺得我對不起他 因為我做的不夠貼心 或是怎麼樣的 但我只能說 反正 對我來說 我跟他之間的回憶 大部分都還是好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是真正能讓我改變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但是我自己也是有點遺憾說 我們沒辦法走到最後 但我希望我們還是能當朋友 因為我這個人 其實還蠻心胸寬大的 我不會因為你曾經對我做過什麼 然後我就一輩子老死不想往來 我倒不會這樣子 可能只要我對你這個人 還有一些好感 我就是不會完全的 就是不想跟你講話之類的 但我們畢竟在劇本圈裡面 劇本圈很小 劇本圈非常非常小 我前幾天去玩的一個劇本 我玩完之後的話 我跟其中一個女生說 最近要玩什麼劇本啊 然後他就講了一個劇本名 然後我立刻就知道這個劇本 是我的女朋友 甚至說我的前女友 會帶的劇本 我在那個時間點就是 雖然感受到一點點微微尷尬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知道 這劇本圈很小 就是大家彼此之間 可能多多少少才會碰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仇視對方 或者是覺得對方 哪裡對我們對不起或什麼之類的 哪裡對我們可能不好或什麼之類的 我倒覺得沒必要這樣 劇本帶給了我很多樂趣 甚至讓我交到了我這個 這一生最重要的女朋友 但同時之間劇本也給了我 就是不少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改變 我覺得這不僅是一個休閒娛樂 它甚至是讓我就是 改變了很多我對人生的態度 至於未來的話如果我們見面應該還是會聊天啊 誒說老實話我還不確定 我們現在到底有沒有算分手 對我到現在為止我都還不敢確定 我現在跟你們錄音的所有內容 都還只是我個人 就是覺得說我已經 沒辦法跟他在一起 又或者是其實 我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他不願意跟我在一起 原因是在於說就是 就往前面講到了 他就是我跟他聊很多 就是我聊可能十幾句 我跟他問說你最近好嗎 我或者是你們吃吃飯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他都沒有回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應該八九不理十量了吧 這個還能不量嗎 還是他又會跟我開玩笑 沒有我跟你講 當初他那個時候跟我說我們兩個要做朋友的時候 我都已經下一個決定說 好你既然都願意敢提出了 那我們就做朋友吧 然後我已經把那些就是 很感謝你這段時間的付出 想必你這段時間也很辛苦吧 這些話我都已經講完了 然後後來跟我講說開個玩笑 又或者說什麼 對啊我們是朋友啊 我們是男女朋友啊 他就跟我講這種 吊人胃口的話 就是 他又分又不分得很乾脆 就是導致於就是我現在 然後他又跟我講說 就是你不要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就是你不要那麼逆來順受 你也不會試著挽留一下 他就講一堆 我聽不懂的話 就是你今天你很明確 把你的需求講出來 然後我還要假裝說 不要啦 就是 我覺得 很沒必要 就是我們在 打開天窗說亮話之前 這一切 都只是薛丁格 這一切都還只是貓箱 你當你把結果 觀測出來了 你把結果說出來了 這一切就塵埃落定了 這沒有中間值 就是沒有說就是 好啦我們還是做朋友吧 然後你跟我說就是 我們其實還是在一起的 我覺得 這件事情 不成立 好啦你可能會說我太過於理性 但我自己覺得感情這件事情 本身雖然 它是一個很 模糊的概念 它並不代表說 你今天說的任何話都是真的 或者是說我們兩個人 共同討論出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一定是真的 這到底不一定是鐵律 但我自己覺得說 我判斷事情的方法就是 你話都已經說到這個份上 那這中間就已經沒有任何 可以 返還的餘地了 我這個人 絕對不會吃回頭草 就是你今天 你已經很下令決心 要跟我講這件事情了 那 講完那就好了 那 你願不願意跟我做朋友 我永遠都願意 就是你只要能夠敞開心胸 然後 我們兩個人 彼此把話講開 然後可能覺得 你未來就是 如果假設還有加另外一班的話 你應該怎麼做怎麼做 或者是 哪個地方你可能還可以再做更好 或什麼之類的 這樣講完就好了 就是我覺得沒有必要在中間 還要這麼多的豁然率 因為我沒辦法去理解說 這中間 到底還有多少 就是 不確定因素 那這如果所思的最後的話 我想要講一下我自己的感情觀 對 這件事情我一定要講 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之間的話 你應該很明顯感受到 這個人 他在你的人生之中 佔了多少份量 又特別的是在他已經跟你相處過 一段時間 甚至兩年三年之後 你就會感受到 其實這個人 能夠在你身邊你會感受到 安心快樂以及就是 自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下半輩子的話 應該就是跟這個人在一起 但當如果你不是有這種感覺 又或者是你覺得 如果你今天繼續這樣 跟他在一起下去的話 你會耽誤到人家的時間 時間是不等人的 特別是當就是 兩人之間的一個年紀 有點差距的時候 你明知道這件事情 本身有點難度 就是你想要 試著去挽回這件事情 本身是可以的 但是 當你挽回來之後的話 你確定 這件事情還有機會 可以繼續下去 這個你要 好好想清楚 如果今天 你們是因為經濟狀況 或者是一些 這個外在的因素 影響的話 那或許你們還可以撐下去 但今天假設是 兩人的價值觀 跟想法 不同的時候 你不要試著去改變他 你不要試著去包容他 當你覺得你完全無法接受 他所給你帶來的 任何的想法的時候 那這段感情趕快退掉 這個對兩人來說 都是最好的方法 要別人改變的人很累 然後 要改變自己的人也很累 那在一段很疲勞的感情之中 我覺得 兩人之間很難 有辦法得到任何的快樂 當你沒辦法獲得快樂的時候 就是 吵架這件事情 你就隨之而來 就是你沒辦法去避免這件事情 但我自己覺得 我又是那種 事情我會做 但是我不會說的人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沒辦法把我自己的一些情感 告訴他 對 因為我沒辦法就是 當著他的面把一些話講出來 因為我 我就是做不到 我在當初一年前 我跟他是 劇本認識的 然後一直到 後來有一天 我跟他去 小酒吧喝酒 他那個時候自己 點了一罐紅酒 然後他幾乎把那個紅酒 喝了大半 然後甚至快喝完 他那天就喝了明聽大醉 然後在那個時間點的話 就是他跟我 哭訴說就是 他覺得自己很累 然後他覺得自己就是 可能沒辦法 得到父母的期待 我那個時候其實 我謀生的一種想法就是 我覺得這個女生 我有辦法把他 就是 變得更好 因為我不想看到眼前這個女生 就是他可能 沒辦法達到父母的期待 然後他就 開始自暴自棄 就 終日什麼都不做 這件事情本身我覺得 我有義務想要幫助他 對我當初 跟他在一起的 一開始的用意 我也是想要幫助他 所以我那個時候跟他講了一句話 我不確定內容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印象蠻深刻的 大概內容是 讓我來幫你 我會幫助你完成你的夢想 對那個時候我講了這段話 對因為他那個時候就是 考公務員 然後我明顯感受到 他一點都不想考公務員的 情況下的話就是 我覺得我想要幫助他 找到他人生的目標 後來我覺得 經過了這一年 我們兩人之間的相處之後的話 他現在變得確實更好 我不敢說我 我不敢說我完全 百分之百幫了他 但是我幫他找到了一個機會 一開始我幫他找到了一個 就是一起玩劇本的 就是未來要開店的一個老闆 我們跟他玩了一套劇本之後呢 就是他們兩個人之間 就有一個 彼此的照面 就是彼此認識之後 然後我再陪他去面試 然後之後 過了 他在那個地方 也工作了大概半年左右 所以從二月多到 八月就是半年左右 然後那間店倒了之後呢 他現在 就在他家附近工作 然後那間店也是劇本店 他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很厲害的局員 那這件事情本身 他非常努力 我也看得到 然後我自己覺得說 我也有多多少幫到他一些忙 對雖然我做的沒有很好 而且我也沒有百分百 達到他一個目標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讓他被看到了 我讓他有一個機會就是 成長的機會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有才能 而且是一個很天才的人 這件事情我沒有說謊 我覺得他真的是 他值得一個更好的位置 他在過去的二三十年 因為他在過去的二十幾年 他似乎都沒有找到一個 就是最適合自己的定位 但是我覺得他在經過這一年的努力之後的話 我覺得他找到了他自己未來的出路 這個也符合我當初跟大家說 我們一起完成你的夢想 我覺得我已經把自己 該做的階段性目標做完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跟我提那件事情 然後我隨後也覺得說 我知道我自己 沒辦法就是一直配你到未來 然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我有幫一點忙 然後讓你有個機會 就是可以找到你自己 最喜歡做的工作 然後你也很努力 那這件事情本身 我自己覺得我已經做得很好 我覺得我付出了我自己百分之一百 我覺得我對這個人的愛 是沒有任何一點點就是遺漏的 在我跟他交往之後 我把所有任何可能跟女生有聯繫的方式全部都斷掉 就是都沒有 當然最近是比較看鬆一點 因為我最近覺得分手之後的話 就比較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在這段感情之中 我沒有任何挽回 然後我沒有任何一些就是想要哭的想法 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做到我百分之一百能做的事情了 我現在是如釋重負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我在這段交往的過程中 我學到很多事情 我也希望他從我身上學到了一些事情 這是一段感情之中 必須要有的事情 而不是就是 像是國中高中那種男歡女愛 然後後來就是彼此反目成仇 然後互相罵對方可能什麼 表叉啊 或什麼破叉啊 或什麼渣男啊之類的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必要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們兩個人之間都是成熟的人 我們也沒有必要就是 就是對彼此之間有太多就是仇視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一段感情之中 能夠成長是一件好事情 這個也是一個成熟的人 面對感情之中的事情的時候 必須有一些想法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感官啦 當然我要老實說就是 其實我女朋友講一句話其實沒有錯 就是我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孩子 我很多時候我不想去面對一些社會責任 因為我在這段人生裡面 我大部分時間都活在自己的想法裡面 就包含工作啊 包含一些事情 就是我都盡可能活在自己的想法裡面 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樣子我的生活 我自己過得比較快樂 我會過得比較沒有壓力 所以其實當youtube很大的原因的話 就是我能夠做我自己 對就是我今天自己有什麼想法想做的時候 那我就自己去選擇去做 這件事情本身讓我覺得很快樂 當然多多少少還是有些酸民覺得 就是我可能做的不夠好 但是在我眼裡的話 我做我自己是 讓我自己開心 而不是讓你們這些人開心 就是如果你們不喜歡我的話 你們就離開沒有關係 我想做給喜歡我的人看 這是我想做到的事情 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 這跟蹤我的手思啦 那我也零零縱縱的聊了快一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剪出的影片的話大概是20分鐘左右 那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喜歡我們今天 這跟蹤我的手思 那我自己其實覺得啦 就是如果各位會員 如果你們喜歡 就是你們就繼續訂閱 那如果你們覺得說 那個蹤我的手思每天 就是每個月都要騙我錢 然後又不怎麼常更新 這些就當作是贊助我的錢 那如果你們不喜歡的話 你們就沒關係 就不用贊助我沒有關係 但我也是很開心 各位能夠繼續支持我這個頻道 然後我也覺得 雖然這些錢對你們來說 可能每個月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是盡量的多贊助我一點 這也是會給我一個最大的鼓勵 那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今天蹤我的手思就分享到這個地方 感謝各位 那我們就下次的蹤我的手思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出現了 好嗎 我們來看這個rews 我們會不會兒 有一點點 如果我們會不會練成 我們未能夠的 我們會不會再適合 然後再次我們去找